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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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等等能够成为顶级IP里面灵魂人物的配音演员 可以说实力运气缺一不可 今天的ink就来和大家赶一赶废的系列的 灵魂人物阿尔托利亚背后的声優 穿成灵子 1976年3月30日 穿成灵子出生于日本东京 和许多小孩子一样 穿成灵子对动画有着浓厚的兴趣 尤其喜欢猪猪的奇妙冒险 是猪猪的死忠粉 在很小的时候 穿成灵子就展现出了不俗的艺术天赋 从三岁开始学习钢琴 拥有着绝对音感 加上自己刻苦的练习 穿成灵子的钢琴水平突飞猛进 简直就是一个标准的音乐人模板呀 然而 世界线还是发生了改变 在升入高中之后呢 穿成灵子加入了学校的戏剧社 初次尝试 角色扮演的他瞬间觉醒了 潜伏在内心深处的戏精体质 之后 他在电视里接触到了 介绍配音演员的节目 和钢琴一笔 还是表演好玩呀 不谈了不谈了 于是穿成灵子决定 要成为一名声優 而这个突然间的自我 遭到了父母亲戚同学老师 奇大姑八大一等的众人的一致反对 于是高中毕业以后呢 应父母要求 穿成进入了东邦短期音乐大学 但是在他自己的内心里 已经决定好要做一名声優了 两年的短期大学很快结束 毕业后的穿成怀着对前辈声優 田田光阳的憧憬 参加了声優选拔 顺利加入了大泽事务所 过马在声優的世界里 身兼数值那是基本操作 所以穿成的音乐天赋 也没有浪费掉 在他的个人首张专辑Primary里 他一个人包办了全部 五首歌曲的作词作曲演唱演奏 这项工作的难度 就算对于许多专业的音乐人来讲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一些其他作品中 他也经常参与BGM的作曲和演奏工作 可见如果当初世界线没有发生改变 现在的穿成名字 可能是一名专业优秀的音乐人了 西布尔对于穿成有多么重要 从他的配音经历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2006年遇到西布尔之后 穿成仿佛就和呆毛王发动了魔法卡融合 但是主角的作品越来越少 虽然仍旧活跃于声優的舞台 但更多的是作为绿叶 而他所饰演的上一个女主角 已经是五年前的作品 《风云维新大将军》中的《福布物子》了 说到这里肯定会有很多小伙伴们问了 难道配了西布尔就不能继续做主角了吗 硬可我认为呢 穿成这样的经历是可以理解的 一方面废的系列作品不断 穿成不得不把大部分的工作经历 放在西布尔的身上 而另一方面 西布尔的成功已经让穿成林子的声音 在许多人的心中逐渐固化 从这一点来看呢 可以说即使穿成选择了西布尔 也是西布尔选择了他 不过其实呢 接触二次元早一些的老司机都明白 在接触西布尔的配音工作之前呢 穿成林子就已经是相当有名了 多变的声线再让成熟的演技 使他能够驾驭从幼女到淑女 几乎任何性格甚至年龄的女性角色 绝对配得上圣优都是怪物的说法 他在动画角色配音之前呢 穿成就已经有过给电视广告配音的经历了 不过直到1997年 他才算正式接到自己第一份配音工作 在戴布林中饰演一名龙套 从此穿成开始了自己的圣优之路 然后他就开挂了 1998年第二次登场的穿成林子 就已经是作品里的女主角了 他在新方武侠中饰演女主角梅尔菲娜 而接下来你猜怎么着 没错第三次登场她还是女主角 在头文字D中饰演了周杰伦的女票 茂木下树 之后更是在许多作品中担任主要角色 比如在所有超前的《烧脑意识流》 科幻作品《灵鹰》中饰演《炎仓美香》 顺便一提这部作品虽然年代久远 但是里面的理念和情节 放到现在来看也毫不过时 这个冷饭还是要炒一炒的 分分钟神作要喂 零瓶 主意角色之后呢 得到了广大吃瓜群众的一致好评 于是接下来的事情不用多说 穿成了圣优时也一马平穿 从小萝莉到小姐姐 从小姐姐配到大姐姐 角色性格更是五花八门 纯情搞笑严肃傲娇 一应俱全 喜欢挑战的她 勇于尝试各种各样的角色类型 而其中不乏我们熟知的经典角色 比如星界的文章系列作品中的女主角 有些傲娇的精灵公主拉菲尔 地球守护者里温柔善良的女主角 生泽琉璃 魔力女管家中认真勇敢的机器娘女主 安堂麻荒 还要清出于蓝里端庄腼腆的大和福子 英亭奎 当然还要作为许多小伙伴 百合启蒙作品神无悦的巫女中 外冷内热的完美玉姐 激公亲歌音等等 这些都是穿成林子和呆毛王相遇之前 演绎的经典女主形象 而至于性格迥异的各色配角 那更是不像美酒了 本日のデザートは フルーツのタルトにいたしました さ たーんと召し上がれ それは姫宮家主催の催し物 これは私とあなたのお誕生会 私 私の最後の力 あなたに託すから ちゃんと責任取りなさいよ 私の中では最初はもう とても素敵な先輩っていう あのところからスタート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ラジオだったりイベントだったり やっぱりやる作品が 一緒にやれる作品が増えていって その中でたくさんお話しすることも増える中で 本当にそれこそ毎週ご飯に 昔は行ったりとか 旅行に行ったりとか どんどん仲良くさせてもらえて 本当にもう永遠の お姉ちゃん 私のお姉ちゃん 看完川城的景点角色 映格再来港一港川城的 声優好姬友吧 说到姬友 那自然不得不提之前说过的 能登麻妹子和花子香菜了 对于香菜而言呢 川城是灵魂导师一般的存在 自己就是受到了川城的鼓励 和引荐之下成为全職声優 并进入大则事务所的 而对于能登麻妹子来说呢 和川城的关系则是更加特殊了 川城对于能登 那叫一个字 宠啊 不仅放任身为后辈的能登 叫自己林江 还和他定下了经典的四十年之约 他曾经向能登提议 如果四十岁都还是单身的话 就和我结婚 让我照顾你吧 而能登也欣然应允 两个人之间 颇有大局已定的感觉 然而 故事的结尾 我们也都知道了 2018年能登宣布自己结婚了 这剧情感觉有点熟悉啊 NICK 而除了以上两位 川城和丁弓礼会之间 也有着很深的渊源 但是嘛 这个渊源主要在动画方面 因为两个人经常在同一部动画中 饰演不同的角色 而这两个人所扮演的角色 还经常出现 更像同一个男主角的情况 所以川城又被称为 丁弓宿敌 据统计 丁弓四盟里面 有三盟参与了与川城的正宫争夺战 卓眼的夏娜中 丁弓饰演夏娜 丁弓饰演吉田一美 乔男人 丁之始魔中 丁弓饰演路易斯 丁弓饰演安利艾塔 继续乔男人 旋风管家中 丁弓是三千月子 丁弓是天王中雅典娜 还是乔男人 两人间的战火从未停息 在斐弓的亚利亚中 丁弓饰演亚利亚 川城饰演珍德 啊不对 是这个珍德 依旧是 巧男人的戏码 总而言之 作为七零后的 生幽川城的灵子 如今已经是四十三岁了 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前辈 但是如此热爱 生幽工作投入工作的他 仍然活跃在 生幽的舞台上 继续发光发热 为一个个我们熟悉 或者陌生的角色 赋予新的生机 Inc 原石に過ぎぬ お前が 有意味研磨された 私を 傷つけることは できない それに お前は 仏を裏切れぬ それがどういうことを 意味するか 分かっているならな そうだったの 日本語喋らないって 決めたから それで ええ 私はイギリス人です でも 英語だけでも 友達できないような 卵 卵 卵 俺先輩 食べないんですか 好きなの 待ってないとか のだめ 頼んであげましょうか 話して 触んないでよ 私のせいじゃないわ IgEが原因よ いいや 絶対ヒスタミンの 脱出すぎが原因だね 私 マニュアル通りに 仕事しただけだもん てめえのせいだ こんにゃろ マニュアル通りの 仕事しかできないのかよ 肥満細胞 その名前で呼ばないで B細胞のBはバカのBでしょ なんだろてめえ うるさい バーガバーガ やるかこの 快速了解精品動漫 共同分享一眼内故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推荐关注硬币 收藏一条龍 支持一下硬可娘吧